北京时间2月7日 NBA交易截止日越来越近 自由市场也变得格外热闹起来 刚刚过去的一夜里 又有四个交易动态传来 其中骑士与步行者四换二交易达成 蓝网近来关于哈登的交易留言很多 这次他们明确拒绝交易 76人的西蒙斯又有了新方案 只不过他们的要价太高了 骑士与步行者达成四换二交易 据名记WOJ的报道 骑士和步行者达成交易 具体的交易方案为 骑士送出卢比奥 2022年首轮选秀权 乐透保护 2022年次轮选秀权 从火箭获得 和2027年次轮选秀权 从爵士获得 从步行者得到勒维尔 以及2022年次轮选秀权 从热货获得 勒维尔本赛季场军出场 31.1分钟 得到18.7分3.8篮板 4.4助攻 他的到来将会弥补骑士 得分后卫上的不足 这绝对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因为卢比奥本赛季已经报销 没想到却能够换来了勒维尔 这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时 球队不会交易哈登 最近关于哈登的留言有很多 在与绝金赛前采访中 主教练那时也正面回应了这些 球队和哈登双方都想要继续合作下去 哈登也表示自己想留在篮网 一些留言都来自76人那边 因为他们已经明确表示过 他们想要从篮网挖走哈登 随后也肯定的说到 球队不会交易哈登 火箭收到戈登的报价据报道 火箭已告知各队 目前他们已就埃里克戈登交易 收到了两对手轮签的报价 火箭对于戈登的报价也很明确 不想在这笔交易中吃下任何大合同 且要一个手轮中断的签位 而不是末端 从这个可以看到 很有可能是太阳向火箭提供了报价 太阳对戈登十分有益 可他们目前排在联盟第一 手轮签的价值并不是很高 西蒙斯新的交易方案 76人一方面紧盯着哈登 另一方面也在抬高西蒙斯的要价 这次他们向国王索要福克斯 哈利伯顿 这个方案被国王拒绝 要价太高 国王只愿意送走一人 如今76人 似乎并不急于甩卖西蒙斯 因为他们更想要一位前列的球星 比如哈登 利拉德和比尔这样的 如果不能 那他们便想要实力和未来 对于西蒙斯来说 他已经没有任何主动权 只有等待球队的安排 拜拜 挑战 即使是